前首相纳吉今早8点多亲自抵达吉隆坡法庭 针对他向法庭申请封口令的案件 聆听法庭审讯 纳吉是在早上8点52分抵达 他的律师沙菲宜则在随后步入法庭 不过除了辩方之外 现身法庭的还有他 他就是紧咬一马公司弊案的网络媒体 沙拉月报告的主编克莱尔 当初被前朝政府禁止踏入我国 变天后终于来到大马的他 今天突然现身法庭 以旁听者的身份了解案件的最新进展 在法庭内 辩方也就是纳吉的代表律师 花了两个小时进行审词 沙菲宜列出三点论述 指出媒体评论和社会大众的舆论 不仅会对案件带来不当影响 还会左右法官对纳吉信誉的评估 更会影响证人在共证时的公正性 沙菲宜以蒙古女郎命案为例 声称纳吉跟命案毫无关联 却被媒体牵扯其中 他还说多家媒体将纳吉和命案 以及一马公司牵扯在一起 对纳吉本身和证人都产生了影响 况且法官也是人 媒体报道可能会带来潜意识效应 他还援引联邦宪法第126条文 以及1984年司法法庭法令第13条文 认定刊登及发表相关言论的行为 等同于藐视法庭 为此他希望取得封口令 阻止舆论继续发酵 维持司法平衡 尽管如此 控方则坚称 他们对于媒体一切的评论毫不知情 主控官莫哈默哈菲娜认为 辩方的封口令犯愁模糊 无法有效界定是社交媒体 网媒或所有媒体 况且如果辩方不满政治领袖 例如敦马 林冠英或潘建伟等人 将纳吉和一马公司案件牵扯在一起 大可以针对他们个人提出封口令 而不应该涉及广大民众 而被指所作的报道 让人对纳吉有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 克莱尔则在法庭外强调 他们都是根据事实做出报道 他相信不会影响司法公正 随着纳吉前天被加控 三项洗钱罪之后 加上早前的三项失信和一项滥权罪 意味着纳吉如今 一共面对多达七项罪名 NTV7综合报道